单身女子晚上休息啊一定得格外小心了 近日呢一名女子夜里在出租屋裸睡的时候没有关好门 被一名陌生男子强奸一次之后呀以为是在做梦 仍然是继续熟睡 当第二名陌生男子再次想要强奸她时 她才醒过来 感觉不对劲于是打电话报警 之后呢这名19岁的女子向警方表示自己平时有裸睡的习惯 当晚是关上房门的 可能是门左呀后来弹开了 加上白天比较辛苦 当晚睡得太沉 以至于第一次被强奸时迷迷糊糊的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日前呢犯罪嫌疑人普某和邹某因为涉嫌强奸罪被长州市检查